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叔亮哥 今日2023年台湾国际田径公开赛 男子100米比赛已经提出了较量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 就是来自台湾省的杨俊翰 杨俊翰从获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男子100米军军等等 可以说现在年龄才只有26选的杨俊翰 也是台湾第一会了 最终杨俊翰标出了10秒18的成绩夺光 主流第一次就在去年的台湾田径公开赛 男子100米比赛中 杨俊翰标出了10秒12的成绩夺光 而这个成绩也是杨俊翰职业生涯的第二号成绩 今天杨俊翰的状态还是趋于稳定 其实在预赛的时候 杨俊翰的表现就已经尽厌了全场 在预赛的时候 杨俊翰处在第五跑道的位置 预赛杨俊翰的最大中对手 就是处在第八跑道来自泰国的茶玉 预赛比赛课时候 杨俊翰起跑反应达到了0.158秒 处在领天的含泪中 而茶玉起跑就会稍微逊色 以及出来落后的位置 才跑出没多久 直见杨俊翰就已经锋利出闹了第一位 而茶玉也在身后锋利之随 直见杨俊翰还是保持了非常不错的状态 一马当先跑得特别快 而茶玉也渐渐逆转了其他选手出闹了第二位 直见杨俊翰率先出货了准备 最终杨俊翰以10秒18的成绩 夺得预赛第一成功进行决赛 而当时的分数为逆分1.9米美妙 可见这个成绩还是很有含金亮道 而这个10秒18的成绩 也创造了杨俊翰本赛季的个人最好的游击 时隔4个小时后 杨俊翰继续参加决赛 决赛杨俊翰依旧还是穿第五跑步的位置 决赛比赛开始后 杨俊翰起跑稍微有点落后 只排在第四位 不过才跑出没多久 直见杨俊翰就锋利逆转了三轮出到了第一位 接下来杨俊翰开始长进他的超强后 从加速能力一下子去杨俊手手太烙 直见杨俊翰越跑越快 最终杨俊翰以10秒18的成绩逆转得过 而当时的分数为逆分1.1秒几秒 预赛和决赛杨俊翰两枪都在逆分的情况下 跑出了10秒18的成绩 可见他竞技的状态也是爆棚了 而苏炳天本赛季仅参加了室内赛60米的对决 还未开启自己的四万赛之旅 接近苏炳天更是通过自己的社交平台 发布了自己二胎得子的消息 苏炳天这段时间应该会多陪伴在家人身边 最近杭州洋运会还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 令对手祝明天能否在家门口实现夺关呢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海底遇深色 如果大手想办 我们下期再会